說說客人知道就客人就來問 就來問 對對對 好,那鄭宣主要是今天來 也謝謝我們十年之後 已經連續兩年 那店裡的這個 好吃美味的香糖的麵包 那在他的賞用期內 下架之後都捐贈給我們 愛家費食物銀行 再透過我們食物銀行 轉贈給社區的長輩 或是小朋友 那今天我們主要是 特別來致贈一個 感謝景旗 好,那我們來那個景旗先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 這個十年之後的老闆 王振元 他已經捐贈了兩年的麵包 下架的麵包都捐給食物銀行 嗯 今天愛家費協會來最壯驚奇 叫鄭元兄 那就是說 這些麵包 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 店家可能會把它用 折價的方式 把它變比較便宜的方式 能夠再多賣一點錢 那 為什麼我們 十年之後 就是願意把這些 還熱賞味器的美味麵包 還分證給食物銀行 分證給社區 為什麼 為什麼不多賣一點錢 其實我們應該這麼想 因為其實我們從小是從大蝦蹄裡面 一起傳奇生活長大的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是大家 為了吃東西 大家其實都 因為瑕疵多嘛 所以說 對嘛 比較疼不吃 對 所以說 我們從小時候就 爸爸媽媽就教我們說 要惜福 要惜福 吃的東西 要惜福 對 就是說我們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說 當我們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要 盡量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可以吃的東西 就不要浪費掉 所以 這是我們的復活 那你跟鄭元兄 報告 因為 你的這個 兩年前這個發起 我們宜蘭縣本來 燈正這個麵包 主要都是大型的賣場 那目前 在十年之後 十年之後的 這兩年內 我們宜蘭縣的 大小型的麵包店 已經有十四家的麵包店 加入這個 分享燈正麵包的行業 所以今天 特別來 感謝鄭元兄 當年 兩年前的這個 包磚引玉 造成這樣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們知道 宜蘭縣的麵包店 何止十四家 十五家 那我們今天就是 也透過這個 捐贈景期 那也聽聽鄭元兄的 這個 初心跟分享 也希望能夠讓更多的 宜蘭的 這個麵包店家 或是量販店 他能夠學習 我們已經加入的 這十四家 尤其是 我們十年之後 還有包括 我們讓家樂福 還有其他 這個麵包店 大家能夠一起 剛才剛才說的 我們聽笑食物 愛笑宜蘭的鄉親 讓這些食物 能夠延續悟命 然後能夠讓 需要這些食物的人 能夠一樣 享用到美味的麵包 那這些麵包給誰呢 等一下 我們有邀請到 我們的 出品樣 因為我們知道 也要減少碳主機 所以這個麵包 我們都究竟 沒有給愛家貝的 社區冰箱的夥飯 就是越近越好 那這裡 離哪裡最近呢 就宜蘭市的周邊社區最近 那剛好 我們黎明社區 也有這個意願 黎明社區 他們也有相關的 據點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到 我們黎明社區的 里長 還有里市長 我們請他來跟我們說明 這些十年之後的美味麵包 其實不只麵包 我們鄉親啊 這裡面還有很多是 鄭元兄自己研發的 獨特的口味 包括很多的派 很多的這種硬結的 創意的這個麵包糕點 都讓我們這些社區的長輩 家庭開始使用 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立定 我請教一下 我們十年之後的這個店名 是怎麼取的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因為其實十年之後這個店名 其實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黃金十年 有的人的黃金十年 可能是小時候的十年前 有的人可能是在我創業之後的十年 這個階段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在這個十年之後的 這個名字 是讓大家去有很大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回憶 所以說我們才會叫十年之後 我們開業了多久啊 我們到現在大概差不多七年 七年啊 對對對 還沒到十年 還沒還沒 還在努力當中 還在努力當中 好 那個 那個 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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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做背景 你們兩個 李長 你最不好介紹 欸 欸 大家好 我是李長 現在我們的理事長 很真 要來感謝我們十年之後這個黃老闆 我都不認識 是透過我們愛家伯 才有結社的社員 啊 也要去了解 第一次 感覺說胖很好吃 但是 這個胖不是說 他不會出事 他整個勇士有時間繼續做一些 專程 要讓社區的 每次 都說 勞勞勞勞勞 我們都給他相比 他都很高興 感覺說 很有意義 啊 社區這裡 我們社區這裡 都不喜歡吃了 除了好吃的魚 尤其這個店名很好 啊 大家都 都不喜歡 都七八十歲 說 我還要吃十二魚魚 十二兩 要再吃到魚 這麼好吃的胖 啊 所以大家很來社區 都很努力的運動 本來剛才都要自己拐 啊 大家阿姨啊 都說 你長你長不要告訴我 不要告訴我 我真痛 結果 來後來社區運動 他有胖好吃 來運動後 沒有兩家 大家 我們出裡拍拔拐 都說 你長得比較快 都不要再走 啊 感謝黃老闆 這件事 啊 社區沒有什麼 好 好回饋 我們一年 我們有 活動的時候 中了 我們的 美麵 人家說這這麼好吃的胖 都要買 不然那是十年後 所以 來做一個正向的一個 一個委員會 謝謝 啊 未來我們新的理事長 對啊 啊 他希望黃老闆 繼續 把我們關心 沒問題 你長說 我們這些長輩 或是我們這些胖的運用 或是長輩 他們的心情 跟建議 簡單的說 每個都日本的運用 都可以 我們都 什麼人來領 我們食物一到達 我們的志工的部分 就是會 先把食材先看好 哪個比較急需的 然後會先把它分裝好 分裝好之後 我們會先寫上他的日期 然後再 出去出去在外面的那個 書筆箱 然後 會 就是會有人比較低調的 去拿 然後 對 然後 有的人想說會拿多一點嗎 沒關係 只要你家有需要的話 你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每次去 如果 往後還有的話 可以延續 讓大家分享更多 你說貼在哪裡啊 我們放在我們那個 食物分享架 啊 有個食物分享架 對 這個 正常你聽到 他們兩個這樣說 你有覺得 精神奇 你的胖 變成很多的意義跟 而且串聯了一群人 本來這些人都沒有關係 嗯 讓我們 變成有關係 而且很開心 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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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只十年 以後 十年再十年 對 各位 本來齁 食物沒有溫度 那 但是經由大家的有心 你看從 鄭月兄的這個 巧手 跟他的團隊伍伴 這樣專業 烘焙出來之後 除了做行李 還是要做一個 行李行為運用 但是又可以把這些食食 能夠再延伸他的悟命 能夠造福更多的鄉親 是 是 他們是每天都送給我的鞭 很棒 他們是都在這個 拿來送 是 我們等一下可以吃吃看 對 我們到裡面看 參觀一下 來來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十年之後 是在陽明路 在陽明路 一百五十五號 就是陽明路 就是陽明醫院這一條路 他們搬來這裡大概兩年了 所以這陽明路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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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說 通常 我們說 是 通常 所以你的造工是跟人家說,我現在已經打了一年 最高標要做 對,對,對,對 我們的成功,對,不然是我們做的,我們是不做的 只是這家要讓家人感到健康 我們進去一點可以嗎? 老師,要問什麼? 我要幫你介紹一下 您說你以前在大公司帶過 沒有在幾分點的公司出過 在哪裡? 幾分田 幾分田的公司 我們自己也有在山泰村 我們自己的公司都是很大的 我們自己也都有做過 所以說他的規模希望要到什麼程度 我們都是把這樣的規模運用到我們自己的店裡 所以說在吃的部分,我們其實我們都是為了自己可以吃 我們可以吃,要安心,要家人家 這是我們的初衷 我保證一下 他的上油廠商 就是我社區基角的店 他真的大力 在社區大力推薦說十年之後 因為用的都是很最好的 他的那個材料 沒有物料 真的 所以很用心 對 你說這個哪一個櫃子特別 重 這個考驗很重 因為他試乘 所以說他有一頓重 試乘 對 尤其是像這次地震的關係 哇 他這次真的 就震得很嚴重 因為我們的通常都說 還好我們趕快翻過來 那是安全問題 我們當然都是為了安全問題 對 原來在那邊 不太安全 對 因為他那邊的組織都比較 是 是 我們那個做麵包有什麼 有什麼特殊的技巧 其實都是要用心去經營 因為有些東西 他是要用長時間發酵 找一個人來 動一個 這個 這個我們是不是 原來他要做三明治 啊 做三明治 對 你覺得我們再做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 切下來的下角料做什麼 下角料就是給那個 雞 人家有養雞養鴨的 養雞養鴨的 哇 那個食材很好 對 因為像 我們會把那個 退出來的奶油 我們會再把它分裝 因為 因為天氣的關係 因為我們很怕原料變質 所以我們會再把原料 在 分裝完之後 那天啊去定 那天啊 那天啊 因為我們比較 這個 資材的一個運用 嗯 有些是我們在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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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在 講一下 你這個 這個 概念很好 這樣講清楚一點 來 當 當初 食物營養 會有這個想法 就知道 小人都很愛吃胖 嗯 但是齁 我們就知道 剛才之前說的 我們五六年級 以前買胖 其實 都家的經濟 比較不好 的時候 其實 就沒有那個機會 啊 所以 我們就想說 欸啊 但是有香腸 他如果有 沒賣完的麵包啊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跟 老闆們來 參証 看看 可不可以不要 不要浪費掉 然後讓他再 運用 再 賦予他的 新生命 然後 也想到說 我們目前 我們 愛家輩的這些夥伴 蠻多的這個 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是 那因為據點很多長輩 會來上課 上課有肚子搖啊 肚子搖啊 肚子搖啊 他的胖 我們剛才說 哇 我們是不是這樣 各位 這裡面的胖說說 啊那 那都是天然的天佳舞 但是那胖如果大顆 一個長輩也吃不完 啊 所以我們跟社區說 都跟他 切切 切切的 一個人一盤 或是有酒 有的胖大顆 有的胖小顆 那就可以 本來可能 一顆麵包 可能一個人用 我們把它分切之後 可能變成三個人 五個人 就可以運用 所以這些長輩 剛剛我們聽 黎明社區他們分享 這個變成 誘因 變成 讓長輩 更喜歡來上課 它不是吃飽 它是吃點心 後來 它不是只有吃點心 它是豐富 接納的感覺 有愛的感覺 這個麵包 變成 更有溫度 更有香氣 也讓這些長輩的 身體 越健康 這個一定是鄭元兄 當時 料想不到 對 就是說 死料未及 死料未及 所以我們這次 希望說 我們的 縣內各高品業者 麵包店 如果說 那 但 想意 共襄盛舉 像我們 十年之後 這樣 不用刻意 一定要做 我們就是說 如果說 你有下假 但是還在賞用期的時間 那當然如果說 就是說 有其他的考量 那願意額外多做 那個我們也歡迎 但是 但是 其實不用特別 我們就是 喜福 愛物 把這些東西 我們說的 下假之後 還沒做 沒關係 就是大家做 大家做之後 還沒過去 但是他就 關於我們 食物銀行 你就打電話 電話 就 03 9289 995 你就打電話 039 9289 995 對 就說一次 03 9289 995 啊 你打電話之後 把我們的社工 跟店家計較 你都不用擔憂 店家也不用說 要自己 來拿 來拿 因為像鄭遠兄 他這邊 老闆店家這邊 只要有 要分正的麵包 我們現在都有 Line群組 就Line我們一下 我們就會 每一盒 最近的 據點 或是社福機構 直接去 跟店家聯繫取用 所以店家也省了 很多麻煩 這些時間 因為 以前店家可能要送到 養老院 送到育幼院 或甚至 就是可能當 廢棄物處理 那現在 他還在 葛石 老闆局裡面 就可以 用個Line 用手指頭 很方便 那我們就會幫他 做毛的老婆 感應每一盒 給需要的社區 或社福據點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黃真元老闆 謝謝 謝謝我們的 這個代表 我們伊朗的 鄉親 還有我們 愛家費的據點 謝謝 您現在是幾乎每天 有送嗎 不 每週 我們只有禮拜六日定期 而已 其他時間都有做 都有送喔 對 不定期啦 你們都有多做喔 喔 哈哈 那個 OK 謝謝 我們也鼓勵喔 反而不要多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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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對啊 我們再來店面再招一下 我們這個麵包 您介紹一下 好 我們這是芋頭牌 芋頭牌 對 因為他的部分 就是用芋頭 跟 跟那個 跟麵團一起攪拌 內餡也有芋頭 對 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招牌 捐土絲 他是深土絲 深土絲 對啊 很嫩 很新鮮 這個就是 這個花園露露 他是用葡萄下去做的 葡萄土絲的麵條下去做的 花園露露 對 他叫花園露露 這就是我們黑糖土絲 啊 是 是 然後這是我們一些倡道 倡道 對 這就是我們的 屬於 我們都叫他屬於你 啊 屬於你 屬於你 對對 然後這是阿扁菠蘿 它這邊是剝皮辣椒 跟乳酪 喔 菠皮辣椒跟乳酪 跟乳酪 對 這是我們這邊手做的 喔 對 只有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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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菠皮辣椒 菠蘿椒跟乳酪 然後它是菠蘿餐飾 那會辣嗎 它小辣 小辣 對對對 這也是我們的任何商品 枫葉蘋果牌 這是我們的招牌 招牌 對 枫葉蘋果牌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對 很好吃 對 我們的招牌也是 海鹽的菠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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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有一點微 微鹹 有一點鹹 有一點淡淡的鹹 有一點淡淡的鹹 對 那也是我們的招牌 對 我們就是請人家來畫 請人家畫的 對 我們女中店那邊 我們是畫外牆 這邊是畫裡面 喔 畫四面 因為我們這邊的外牆 它是磁鑽 所以它畫不上去 所以我們就是要畫裡面 畫在裡面 不錯 就做一些不一樣的一個 十年之後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